就在许多偏爱古装的观众无惧可追时 《长风度》 硬档的消息 让不少古装剧迷得到了安慰 据悉 由白敬廷和宋毅合作的古装剧《长风度》 确定在6月18日上线 从预告中就能看出 这部剧的制作品质绝对值得信赖 先婚后爱 欢喜冤家 《长风度》成爆款黑马炸一看 《长风度》就是平平无奇的古傲 但是从主角的成长线来看 《长风度》不仅有宅斗 商交的剧情元素 还有着家国大义 朝堂全谋的看点 作为古偶剧 《长风度》的背景设置格局在线 内容丰富 完全称得起剧中主角 更为复杂立体的人物设定 而在预告里也能看出 《长风度》中的男女主是先婚后爱 从欢喜冤家到携手共进 在初始人物设定中 角色的冲突感十足 成长线前后也有着明显的反差感 这看似老套的情感线设定 其实也是这部剧上观众 分分钟上头的优势 目前来看 《长风度》与《白净亭》上一部古装剧 清清日常的风格很相像 但从预告来看 《长风度》的浮化道 至景滤镜 明显更有古装剧的韵味 重要的是 《长风度》的制作班底 实在是没给这部剧翻车的机会 导演尹涛是这两年表现较突出的新进导演 从《大唐荣耀》开始 导演就一直在输出精彩的作品 17年的《大唐荣耀》系列 让任嘉伦打开名气 2019年的锦衣之下 彻底将任嘉伦跑红为流量 到了2020年 辨试剧《琉璃》 《出圈大爆》 《苦心侠剧已久》的观众 终于再次看到了高品质的《仙侠》在作品 就在去年 尹涛更是组建了一个相当低调的班底 把注定翻车的《少年歌型》拍出了8.1的高分 从导演的实力来看 尹涛很擅长古装剧的创作 尤其是对情感以及江湖侠义的塑造 更是渲染力十足 有这样的导演助阵 《长风度》最少在节奏和镜头审美方面稳了 而更重要的是 演员配置也展现了《长风度》的优势 白静廷、宋毅领衔主演 戏骨云集 想不火都难稍微关注一下 舆论新闻就会发现 白静廷和宋毅这一对是除了尾粉之外 所有人都拍手叫绝的一对CP 小白书生气十足 在塑造古装人物时 风度翩翩 绅士儒雅 即便他在这部剧里塑造的男主 又是一个魂不练的形象 但他这样的颜值长相 观众实在是没有理由拒绝 至于演员宋毅 可以说是淡言戏的天花板 不仅辨识度很高 整张脸也透着从容 大气和白静廷不说是天生一对 也是强强联合 作为《长风度》的主演 白静廷和宋毅的路人员口碑 都能撑起这部剧的播出热度 何况 这部剧的演员表就展现了 这部剧在演员配置上的诚意 像刘学义、张瑞、张浩为这些青年演员 本身演技发挥稳定 颜值在线 作为白静廷的男配 多少有些挑战了白静廷大男主的光环 而最让人惊喜的 则是一众实力太戏骨的餐演 演员沙翼 在剧中饰演的是白静廷的父亲 不过通过剧照来看 沙翼这回算是放弃了喜剧路线 那个在猫眼里油腻的中年男人 端起来了 而沙翼的演技 本就是能驾驭喜剧之外 很多风格作品的实力派演员 这次的长风步 便是沙翼撕掉喜剧标签的一次机会 沙翼参演 沙翼的老婆胡可也来凑热闹了 不过这父亲在剧中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胡可饰演的角色是女主父亲的宠妾 按照套路来看 他多半和女主关系不合 而且经常卷入宅斗风波中 至于胡可饰演的是 本本愤愤的女人 还是搅动风云的蛇蝎 就要看正片上线后 胡可的表现了 其实 单就沙翼和胡可的夫妻档 就足够撑起这部剧 在终生代演员上的配置 单从演员表来看 这部剧的惊喜真不少 著名的主持人张绍刚 这两年在影视剧里频繁露脸 但是塑造的也是喜剧设定鲜明的人物 可张绍刚在《长风度》里的海报照片 一脸凶相 神秘感十足 从已知信息来看 他也是个城府极深 动不动挑唆 利用的腹黑人物 不出意外的话 张绍刚这次是站在了主角的对立面 注定是个反派 至于何盛明饰演的江和 是男主的舅舅 也是男主情敌正敌的父亲 从这层人物关系来看 两人既有权谋之争 又有亲情羁绊 而演员何盛明的古装扮相 早就在《公所心育》时期就大获认可 如今在《长风度》中饰演男配 也注定看点不俗 最后一位值得期待的演员何中华 可以说书古装剧里的黄金配角 在电视剧《长月静明》 《沉香如谢》中 都有他的身影 作为国民度很高的实力派演员 何中华的演技过硬 如今在流量和偶像剧里露面 虽然塑造的角色往往不是很重要 但他的塑造力那是没得说 这次他在《长风度》中和男主之间 是君臣关系 两人是互相博弈的上下级 也是《全盟线》里的关键人物 总而言之 《长风度》这部剧在演员配置上是 花了不少心血 青年演员加细鼓实力派的组合 注定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关键是 在已知的复杂人物关系中 观众更多感受到电视剧 在情节上的丰富内容 最后 你最看好哪位演员的表演 是否看好《长风度》这部剧成为 2023年第一部黑马古装爆款